凌晨警令大座下行住户从下楼 抬头一瞧四楼窗边窜出阵阵浓烟 夹杂刺皮异味 冒出熊熊火光 邻居找到起火点后狂敲门 就行屋主母亲赶紧逃窜 同时报警处理 暗夜湖境就是电热毯热的货 床垫几乎整面焦黑 烧出一个大黑洞 更因为高温融化与加热毯粘在一块 好在当时没人躺在上头 没人受伤 烟很浓很浓 那个床倒掉 电热毯烧到床 周遭住户饱受惊吓 事发就在十三号凌晨三点多 消防员不水线进入屋内时 电热毯火势已尽 尽于半烟尿尿 为求警舍人 涉水降温将余境扑灭 六十三寸的女屋主表示 离开房间前又把电热毯插头 不晓得怎么会烧起来 插头不要有潮湿 不要超过负载 电线要来捆绑 电器的旁边不要放置可燃物 消防局也提醒 在使用电热毯时 千万别包着棉被 或是盖住避免烫伤 不使用时也不要查着 以免发生意外 记者叶伟林对生新北市报道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